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伊莎上电台的直播节目 除了脸书视频直播 还开放让听众现场电话提问 但听众说的话让人傻眼 努鲁伊莎听了对方的话之后 虽然表情淡定但有些疑惑 他之后投书给马来报章 施责这名听众根本就是在言语性骚扰 努鲁说这样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他身为国会议员都遭受到这样的遭遇 他认为国内其他女性面对的性骚扰问题更加严重 相信天天都在上演 他说我国社会存在的这种性别歧视问题 一定要解决 因此他决定不再装聋作哑 要大声斥责对方的行径 是无法被接受的 努鲁的遭遇也引起共鸣 巴达林在野议员玛丽亚成今天发文告说 这起事件凸显了性别平等法的重要性 他说女性的穿着经常遭人指指连点 这都是不必要的骚扰行为 他斥责那名听众是刻意做出性骚扰行为 这样的举动不仅应该停止 更应该受到对付 玛丽亚成也表明 新政府将致力消除性别歧视 营造两性平等的马来西亚 NTV7 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